I wanted to live since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walk in before My relentless schemes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两河流域古文明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 两河流域地理环境如何影响历史发展 第二 波斯帝国的扩张代表意义为何 第三 两河流域有哪些重要的文明表现 与日后西方文明的关系又为何 我们先从这段史诗开始 吉尔加美时为他的朋友恩奇度哭泣 他在荒野中放声痛哭 我也会死吗 我会像恩奇度一样死吗 让我如何承受满腹的悲伤 这无休止地驱使我前行的死亡恐惧 若是我能找到那个众神使他永生的人 我会问他如何征服死亡 因此 吉尔加美时徘徊着 他的心极度苦闷 他向着东方游荡 寻找乌特纳皮尸体 那个神赋予永生的人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史诗文学作品 吉尔加美时中的一段 这是大约关于戏院前2700年 两河流域苏美乌鲁城国王吉尔加美时的故事 这位国王虽然从女神母亲 承起了智慧与力量 完成伟大的工业 但是从父亲 继承了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死亡 故事中 好有恩奇度的死 激起了这位国王对死亡的恐惧 决定抗拒命运 追求永生 史诗后半段叙述 吉尔加美时 再度展开冒险 寻找大洪水之后 幸存而获得永生的乌特纳皮诗题 虽然得知永生的方法 也找到了神奇的药草 但是最后被一条蛇偷走 而功亏一篑 史诗接着叙述着 吉尔加美时 你将流浪到何方 你所肆力追寻的永生 你永远无法获得 因为神创造人类之时 就让死亡与人相随 吉尔加美时 末法预生 穿上干净的衣服吧 凝望着你的孩子 并挽着他的手 跃于怀中的爱妻 人所应该关心的 唯有这些事 建立不朽薰业的吉尔加美时 最后还是不能免于 人类最终的命运死亡 这首史诗在两河流域地区 广泛流传 相对于 尼河流域古文明的 稳定和乐观 这个故事反映了 两河流域古文明的 不确定感 与悲观的特质 这种差异 主要来自于 两河流域地区 经常性的 不定期洪水泛滥 以及缺乏地理屏障 而易于遭受外族入侵所致 此外 故事也展现与希腊史诗 相同的命题 人与命运的抗争 以及面对命运时的无奈 还有与圣经内容 非常相近的大洪水的故事 可见两河流域古文明 对日后西方文明的影响 史诗是在什么样的文明背景下 创造出来的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就试着从地理环境 来探究上古时期 两河流域的历史发展 以及随之产生的文明表现 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 古希腊人称之为 美索布达米亚 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 两河就是底格里斯河 与又发拉底河 两河流域就是指 这两条河 及其支流所流进的地区 这个地区北边是 扎哥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 南接阿拉伯沙漠 向东可前往伊朗高原 出波斯湾 可经由水路前往印度 而往西北则是小亚细亚 两河是此区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 每年春天北部山区积雪融化 融化的雪水流入河流 带来肥沃的土壤 使农业发展得以延续 而河水提供饮用水源 食用的鱼类以及商旅交通 人类目前所知最早的文明 即在两河流域南部诞生 而苏美人 使用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 历史时代也就此展开 两河流域繁盛的农业与商业 吸引周边民族进入此区发展 建立政权 因此政权不断变动 各种文化起起落落 在西元前六世纪 波斯人征服此区之前 相继有苏美人 阿卡德人 巴比伦人 克希特人 西台人 亚树人 以及加尔迪亚人 等不同民族 相继在此建立强大政权 而随着南部地区 土壤盐分增加 肥沃度降低 文明重心也持续北移 从早期的苏美地区 阿卡德巴比伦 到后来的亚树城 尼尼围城 此区在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居多 建立统一政权的帝国 则包括 撒尔贡的阿卡德 乌尔第三王朝 哈摩拉比的巴比伦帝国 亚树帝国 以及 尼布甲尼沙二世的新巴比伦帝国 也称为加尔迪亚帝国 到了西元前六世纪 伊朗高原兴起一个新的势力 波斯王居鲁士先征服伊朗高原 即而征服小亚西亚 灭亡两河流域的加尔迪亚帝国 继位的甘比西市继续扩张 灭亡埃及 波斯帝国将于在大流失之时 达于吉盛 东向达于印度 西至埃及 北向达于小亚西亚 而与希腊人发生战争 为了控制庞大的帝国 波斯修建了皇家大道 由统治中心苏萨至小亚西亚 只需两个星期即可抵达 透过波斯帝国的征服 将上古近东不同文明 纳入一个政权之下 而带动文化的交流 两河流域文明 虽然因此向外传播 但在本土却日益凋零 逐渐为人所遗忘 而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经历将近两千年的遗忘 十九世纪的考古 重新建构了古文明的面貌 西院前六千年 农业成为两河流域 某些地区主要生活方式 村落灌溉系统随之建立 在南部 人们将生产多余的粮食 与拥有食材 木材和金属的人进行交易 商业逐渐开展 到了西院前四千年 苏美人建立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国家 也就是所谓的城邦 人类文明自此揭开序幕 在这个过程中 天文立法 文字 政府组织 法律 文学与艺术等 也随之发展 两河流域地区 虽然在政治方面是充满变动的 没有一个民族 能长久保持政权 但是在文化上 却有相成的关系 我们先从汉摩拉比法典 看起 汉摩拉比法典 是西元前18世纪 巴比伦国王汉摩拉比所公布 包括了282个法律条文 汉摩拉比法典 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法典 但因为刻在黑色的食材上 而保存完整 接下来 我们将借由汉摩拉比法典 来看两河流域文明中 人与神的关系 楔形文字 以及社会分化与法律观念 法典的前言部分记载着 阿鲁和安尼尔任命我 汉摩拉比为敬畏诸神的王 使人民的福祉增进 使正义行于地上 我以世间的语言建立法律与正义 从而增进人民的福祉 阿鲁是两河流域神话中的天空之神 为众神之首 安尼尔是空气之神 与水神恩基 共为苏美的三大主神 这段话显示 王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 代替众神维系人间秩序 而正义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 正义的具体化 就是法律 一般认为 法典石碑上端的图像 呈现的是 汉摩拉比从神明手中 并设有学校教授 卸行文字 神庙并拥有城市之外大片土地 来维持神庙的开销 通常神庙也从事商业贸易 以庙区生产的货物进行交易 使得以神庙为中心的城市 成为宗教 政治和经济中心 在萨尔贡之前 苏美城邦祭司 就是实际上的统治者 在法律观念方面 哈摩拉比法典 以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报复原则文明 但是其他存在于此区的部分法典 却是以物质赔偿代替报复 例如时间上早于哈摩拉比法典的 伊西鲁纳法典中有一条 假如一个人咬断他人的鼻子 他必须赔偿赢伊米纳等 哈摩拉比法典 报复原则的利益在于制止争端 而非追求善恶拥抱 方案的动机不是判决时的重要考量 虽然报复确实是很残忍 但是毕竟以牙还牙总比以头还牙 或者以指甲还牙要公平一些 法律也表达了严格的社会等级 同样的行为会因为身份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处罚 资料中 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 自由人不需要付出挖出眼睛或打断骨头的代价 而是赔偿奴隶主人的损失 哈摩拉比法典是以卸行文字书写 这种文字最早使用者为苏美人 称为卸行 因为是以卢尾管制成的笔在泥板上刻写 留下三角形状的痕迹而得名 这些符号原本是象形文字 以具体事物来表达 大约在西院前三千年 图像逐渐抽象化 到西院前两千五百年 有些不再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图画 而成为可形成字词的表音符号 这些符号总共约有五百个 因为使用的复杂 使得读写能力只限于极少部分受过训练的人 在西院一世纪之前的两千五百年间 联系此区众多王朝或帝国的 主要就是这套文字系统 甚至影响了波斯文 我们现在能够对这个被遗忘 两千年的古文明有所了解 除了归功于考古成就之外 文字的解读也是重要关键 楔形文字的破解与卑斯敦碑有关 此碑位于现在伊朗境内的悬崖峭壁之上 记载西院前六世纪 波斯帝国大流逝重要事迹 碑文以古波斯语、埃兰语 以及阿卡德语等三种版本的 楔形文字并列 19世纪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 罗林生攀上悬崖超写碑文 在熟悉古波斯文的基础上 最终与其他学者共同解开古文字之谜 此后研究者透过对楔形文字的掌握 研究两河流域的历史与文化 而形成专门的亚述学 考古出土的艺术浮雕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古文明的特质 例如亚述人的好战残忍 以及波斯人万邦和谐的帝国典范 我们现在采用的计时方式 实际上受惠于苏美人的六十禁卫法 巴比伦人的十二禁卫法 而加阿迪亚人经由掌握天文 而发展出的占星术 其影响延续至今 此外 波斯于西院前六世纪 以善恶恶元论为基础 所创立的先教 在今日伊朗和印度仍可见其信奉者 并对犹太教和日后的基督教有所影响 我们的解说到这里 同学们要记得继续完成试题演练哦 i hope she finds you to doubt